看到我的发型吗 对,一步一步像金三胖进化了 一步一步像金三胖进化 好久不见 这应该是一个多月以来第一次拍视频 对,大家过得怎么样呢 OK,好,言归准转 今天我们来聊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还有两个月就要留考了 所以今天想和大家谈一谈 在留考前应该怎样复习文宗的地理知识 这个大家都跟我说这个文宗的地理 对吧,很难 而且知识点很碎 而且这个留考中又时不时会出一些很奇怪的题目 平时应该怎么复习地理呢 对吧 所以呢 我就想今天来给大家做一个视频 教大家一下如何才能把这个文宗的地理有关的东西给它 给它学习到位 所以呢 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 一,可以购买哪些书 二,如何在网上自己 查找自己不会的地理知识 三,给大家推荐几个 日本比较好的学习文宗地理的几个网站 好的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解决第一个问题 我现在打开的是亚马逊 亚马逊 亚马逊里面有很多关于地理的这些书 对吧 有很多关于地理的这些书 但是不一定每一本都好 所以今天我来给大家先推荐一本书 是这个大家 najmi no aru 对吧 大家都很知道 叫 离开西亚斯伊 然后七里 打进去 就会出来吧 但是大家注意啊 就是有很多版本吧 咱们流考也经过改革 所以最好不要买这个改定版或者老版本 而是要买这个新课程版 新课程版可能会比较贵 对吧 我们先点进去看一下 看这里有写这个离开西亚斯伊 七里B 七里B对吧 七里B的内容 我们流考不可能全部都 但是如果你能把这一本给搞定的话 你如果能把这一本给搞定的话 应该对于流考来说是很好的吧 OK 他说什么 日常学书のための参考秀 对吧 然后我们往下看 他有很多的评价 他说以前的离开西亚斯伊的最新情报 然后内容power up 对吧 然后几乎网络了所有的高中地理的知识 如果你能搞定这一本的话 那可能就非常好了 但是这一本有一个缺点 这一本的缺点就是什么 第一点是他文量实在太多了 但还有两周的情况下 不可能把这一本全都吃透 对吧 所以这一本 那可能有点难 待会我们再来给大家推荐另外一本 那么如果你看这个价格2200多块钱 这个好几天伙食费就没了 那你想便宜点买怎么办呢 注意点下面这里中股品 点进去 然后看到有很多中股品吧 然后这种中股品呢 虽然它是1176元吧 但是他要加上350元的配送料吧 但是如果有这种prime的 你如果加正好加了这个 amazon的这个prime的会员的话 你就可以1527块钱 然后不用这个配送料吧 然后这边他一般性会写上一些这个 这本书的状况到底怎么样 对吧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看一看 呃 买哪一种状况 这个书 OK 这是第一本 OK 这是第一本 然后我们来介绍第二本 就是 啊 他这边就有了 我前面已经搜索过了 就是 这一本吧 我们来看这个叫 切尾比的天赋が面白いほど取れる本 对吧 面白いほど取れる本 那这本书的话 有点什么好处呢 我们来看 就是里面图很多 这本书它里面有很多图 对吧 就是这种漫画版 而且你看 评价里面说 图が分かりやすい 最高 もともと低かったのも ありましたが 一気に天赋上がりました 苦手な人におすすめです 对吧 訂正事項とか 对吧 有很多 然后 質問形式が分かりやすい 大変役立ちます 受験生に優しいとか まあめちゃかいてありますけど 所以我们可以来看一看 这边有一些什么非常有趣的书 然后我们可以来自行选择一下吧 总之就是找书的时候 你就在Amazon里面打进 7里 对吧 有很多 大家只需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来买就行吧 不一定都要买这个新书吧 有些很多的书 他都是什么 中国中国中国都是很便宜的 对吧 买中国品就可以了 OK 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有哪一些比较好的参考书 OK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讲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在一些 你不知道的人名 对吧 出的出来了很多片假名 这看了你就不知道 这个对应中文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到底在讲什么呢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就要活用谷歌吧 这个我知道大家肯定都会用搜索引擎 肯定都会用谷歌 肯定有人要喷我这个傻逼 对吧 为什么要给大家介绍 这谷歌怎么用 但是呢 我确实在操作中有很多学生 平时不喜欢用谷歌 不喜欢用围基 对吧 喜欢用百度 这个用百度来搜索中文的话 确实可能 对我们来说很有帮助 但是在搜索日文的时候 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吧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活用谷歌来进行 对日文的地名进行搜索 OK 我们来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在看这里的时候 看Mexico Pero Cuba 这些对吧 那么 这些词你万一不知道 对吧 这个表格全是卡塔塔塔组成的 你并不知道他讲的是点什么东西 那么怎么办呢 比如说我们来举个例子 他说Mexico的人口组成里由 Coccasoid Indio Meschizo 这么多我都不知道 那我随便来举个Coccasoid 我不知道Coccasoid是什么东西 那怎么办呢 我们在谷歌 手机也是一样 手机也是一样 你要么点击音声搜索 自己说Coccasoid 他会给你搜索出来 要不你就直接在这边输入 Coccasoid Coccasoid 点进去 他第一个选项就会是wikipedia的选项 我们点进维基百科 Coccasoid OK 进入维基百科 但是我们还是看不清啊 这么多日文 对吧 这么多 Coccasoid Joccasoid 然后日本有多少 这个什么什么多少 这个生产比例都不知道 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我们点击 从左往下 左下角 在手机版的话 它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齿轮的标签 你点击一下这个齿轮标签 然后下面会有中文吧 会有中文吧 你点击一下中文 就非常明了了吧 叫什么 高加索人种 然后它下面会有一些 都关于高加索人种介绍吧 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能把什么 这些很多的一些 你不认识的Coccasoid 把它给学会 把它给学会 比如说 有些国家 国名你不知道 Ecuador Ecuador 你复制一下 然后 我们在谷歌中输入 这个Ecuador 出来了 对吧 看了你还是不知道 这个时候我们点击中文 然后就看到 会有厄瓜多 但是厄瓜多 我们没有听错过 厄瓜多 这个好像是台湾这边 或者是别的地方的法院 没有关系 我们再把它点开 这里 我们可以点击到台湾正体 下面有大陆简体 把它换成大陆简体的时候 就是我们所熟悉的 这个表示方法 叫厄瓜多 我们可以通过维基百科 来了解一下厄瓜多的历史 虽然维基百科 肯定也有很多错误的地方 对吧 但是 对于我们学习文中来说的话 维基百科 肯定已经足够了 OK 所以这个是我要讲的 第二点 就是如何通过谷歌和维基百科 来搜索自己 所不擅长的片甲名 然后把这个片甲名的地名 和片甲名的表现 变成我们所熟悉的中文 然后通过这个自己在大脑里建立一些联系 把这些东西给搞清楚吧 OK 第三个我们要讲一个网站 我们要讲一个网站 对于我们 不想买书 对吧 然后时间也不多的朋友们来说 应该是很有帮助的 就是我现在要讲的这个网站 OK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网站是 这里 就 Tabi no joko Chili no seikai kara 对吧 这个网站的网址是这个 这个网站的网址是这个 它里面涵盖了非常多的 那个日本高考Santa的七里 还有高中地里 还有地里B吧 涵盖了很多这些知识 那万一你记不得这个网址怎么办呢 你直接在谷歌里面 七里Tabi 出来第一点 点进去 就是这个网站 OK 出来点进去 第一个就是这个网站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网站里面 我们应该如何使用这个网站吧 基础知识我们点进去 它有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河川海流山脉湖泊的名字吧 然后有时差如何计算 然后世界各国面积的分布吧 OK 然后地形 关于地形它有很多吧 各种各样的地形 各种各样的地形 OK 再比如说产业 产业很多学生都搞不清楚 我们来看一下产业 分类非常清楚 有农业工业各种资源的这个对吧 各种资源的这些有很多 OK 再比如说它有松脑塔 松脑塔里面也有世界发发电方法比率 这道题留考挺喜欢考的吧 这里面有很多图表之类的 我们可以自己来活用这个网站吧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里还有什么雨温图吧 雨温图就是在日本我们所学习的这个科本气口区分的雨温图 比如说我们来看 随便举一个例子 热带雨林气候 对吧 它里面有新加坡 我们点进去 就可以直接查看新加坡的降水量和温度分布的这样一个图吧 查看它的降水量和温度分布的这样一个图吧 然后实在不行我们看我们还可以点出YouTube 但还会有一些YouTube上关于这个雨温图的这样一个情报吧 对吧 有很多 OK 我们再后退 还有Original问题机 对吧 OriginalMondage 这里面有MondageSample的PDF 我们可以自己来打开做一下吧 这个网站是非常非常好的 最后万一你搞评读这个网站有些什么东西 它有个Sidemap吧 在Sidemap里面有很多很多很多 它这个网站里面所拥有的东西吧 比如说我们来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想要搜索我们不知道的某一个知识点 那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在默认的情况下 按CtrlF 右上角就会出现这样一个搜索框 然后我们输入 比如说我们想搜民族 对吧 关于民族问题 我们打进去民族 就会出来很多吧 和民族有关的 这个是这个网站的使用方法 OK 皆さん いかがでしたでしょうか 看了这个视频 能不能对你的地理成绩的提高有所帮助呢 但愿 但愿能有所帮助吧 还有最后两周 祝愿大家都能考一个好成绩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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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